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好了 说了那么多 我们打工仔的最紧张就是失业率 其实下年会不会有下降的趋势呢 我想说上升的本身 不是 下降 V姐 我怕你被人打 好 整体下降失业率下降趋势 好 麻烦你代表 你很关心 是不是 那就跟我抽两张牌出来 两张 我不会抽名牌 失业的大工仔 有些新兴的行业出来了 因为太少失业 又空姐又 好 那就再抽多张 好 抽多张 好 手震了 你的V姐 哎呀 不用了 你真名 你身份证也是不写的 不是 就只是额头 出世纪已经叫V姐 好 OK OK 好 其实这么说 失业率仍然都会有多高 都不得不承认 创新高 但是呢 有个点是 可能恕我直言 耳牌相似 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很多一些过去的行业 他们没有看回他们的盘数 就是有某些行业 或者有些公司 根本他自己的盘数 本身是靠吃着以前的 老本 根本就硬撑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不能够硬撑 就是以往好人好事 好来好去的 大家不会死 但是现在有两个状况 第一 你真的要想一下 你的公司 根本一成不变就做不到下去 第二 就是本身 有一些叫做靠吃老本的公司 或者行业 根本在逆境的时候 他踢不到逆境波 其实夏年整体 都是说踢逆境波 但是逆境波里面 有很多的小户可以生气 所以鼓励不是打工 是创业 是创业 就是失业的人创业 是鼓励失业的人 问一下自己 究竟你做的那份工 是吃老本 是熬下去 是根本你已经没有热情 没有动力 但是想着做到老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一类 然后他仿佛是一条僵尸 上班 上班了十年 一般的大工仔 真的是时候 反映自己的 在劳动市场的位置 究竟自己为什么 扔出来 不够人争 就是财的人是我 就是想一下 外面这个位置 有没有 而且这张牌 其实很诡异 就是狗劍 他说 有很多人不是武功 那些工作根本没有人做 所以 其实 将来都会继续有很多外地劳工 可能是说一些不同国籍的人 是 他们来到香港 其实捱了那些工作 而本身香港人 就不舍做那些工作 这是一个叫做劳动市场错配 就不是没有工作 也都宁愿在家里拗 都不上班 这就不是我们鼓励的态度 因为天生理财 必有用 而且你问我 因为我刚才已经在上第一组牌 那里说了 一些upcycling recycling 一些环保项目 一些新兴的科技项目 其实都是在说再用地球资源 那些项目 其实如果他们肯落手落脚 其实是有选择 反而可以鼓励大家 在创业那里 有了这个必性的元素 放下去 如果我真的不懂那方面的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好些的 例如行业是容易达到 又可以创业的 你有没有可以推介一下 其实都是鼓励你用到你的生命热情 而在那个行业做权威 但是现在似乎那个牌的象征 因为有一个跌档在这里 我们就是说不平等 那在不平等里面 就是有些人 takeover 说自己是所谓的权威 但是你是不是那个行业的权威呢 你就真的要小事牛刀 所以鼓励大家 其实现在有工做的人 都要想一下未来你的工种 其实如果受社会 未来的三五七年会淘汰的 你都要想定 就不是坐在那儿等人到 以往香港人冲击很大 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份工我会做到退休 其实which is not true 就不是了 那这个就真的要自己想定 反过来 如果我可以放下身段 去做一些其他东西 那我就反而长稳长有 是的 还有那个就真的可以成为 你自己个人的生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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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